看看中國大陸它的外交的動作非常的頻密 最新的消息是 秘魯最近非常緊密合作的夥伴 首次訪問大陸了 看看他下飛機之後得到了怎麼樣的待遇 他很快就轉高鐵 然後他就說 哇 中國高鐵好快 有靠背 重點是他說在深圳 從香港是直接高鐵到了深圳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還會參訪華為BRD 之後再到上海 蘇州 北京 就是更深層的合作 他不只看一個地方 不是只到北京 他從香港 深圳到其他的城市都去看 表示這是多面的各種合作的面向 有可能發生 而習近平主席也會跟這位總統一起 同時要來進行會談 李強 趙樂際也會分別見面 表示對他真的很高規格 有各種層面的合作跟重視 秘魯其實在分析裡面都認為 他是不顧美國反對的 才選擇跟中國合作 因為美國曾經警告說 不應該讓中國公司在留在秘魯 包括前凱港 他認為就是不可以給中國 來繼續經營 規劃 製造 設計 但問題是他就是這麼做了 尤其是他預計還會建 中原海運港口的高層 這個港口就是要秘魯升級改造港口的現代化設備 讓他整個再造的升級 讓美國在拉丁美洲這裡的 現在對於秘魯的地位來講 會有大大提升的效果 尤其11月預計習近平還會去參加這個港口 前凱港完工的重要的典禮 因為對南美洲來講 也是唯一在沿岸最大的超級大件 可以停留的海港 對於他們來講太重要了 所以華爾街日報就報導了 一旦這個前凱港完工的時候 到底誰焦慮呢 馬上就還用形容淪圍 應該對當地來講說 哇 就成為很棒的事情 可是在華爾街日報的眼裡 是淪圍南美洲通往亞洲的門戶 給中國跟巴西秘魯提供了更多貿易機會 這是在挑戰美國 在拉丁美洲地區的影響力 後門洞開了 所以美國不爽要反制中國 當然很多面向也不只這件事情了 博恩斯 美國駐中大使就說了 中方沒有落實去年11月 拜習會促進美中兩國交流的共識 反而積極破壞雙邊關係 煽動反美情緒 只有單方面的嗎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說 可能會在今年年底 敲定限制美國個人跟企業 不准去大陸投資 尤其是關鍵產業最終的規範 年底 年底是選前還是選後啊 我好想知道 選前還是選後 11月之前之後差很多啊 是誰來宣布啊 真正是什麼最終規範是什麼 要抗中到底嗎 而路透社報導說 他們很擔心 美國正在調查中國的三大電信業者 因為其中取得的電信數據 跟這個王羲之之道的一樣 是不是把這些電信數據 提供到北京去 造成了國安危機呢 可能也許我們的民進黨中央 可以給他們的建議 所以當說這個消息 第一時間我們在報導說 金融時報說出來的 當歐盟的主席 馮德萊恩跟習近平 見面這已經去年的事情了 居然這個時候被報導出來說 哎呀他不會受騙上當 即使美國一直誘騙中國去攻打台灣 過去我們講說只有中方完全沒有回應 其他美國啊還有這個馮德萊恩啊 通通都否認了 但這一次有意思是 這個中央視啊 美國的官媒啊 直接用這個話題來邀請來賓 還有一段的討論 就代表這的確是真實的 習近平想法嗎 所以想要往這個方面來告訴大家說 他不會上當嗎 而為了擔心美國的制裁 跟俄羅斯有關 所以中國銀行已經暫停了 俄羅斯銀行的金融業務 因為很擔心動不動 美國可能會去制裁俄羅斯囉 而習近平批評 有一些人藉著中俄正常的貿易 在抹黑中國回應的 當然就是G7 學者甚至認為說 習近平的最新表態提醒西方 烏克蘭的安全呢 還有俄羅斯的安全呢 兩者關係不可分離 不能再用西方目前的方式去解決烏克蘭危機 和平是不會到來的 當然西方世界更擔心 就是當然普京跟金正恩 見完面達成的軍事結盟 韓國民族日報報道 這一次普京會的結果 對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正式提出了挑戰 再也不是美國說的算 其實早又被挑戰過了 只是在朝鮮半島如此 而給美國帶來的是多重風險 華府智庫人員表示 美國最大的擔憂 就是俄羅斯在東亞製造衝突 普京為了打贏戰爭 把目光望向東方 意思是說他也有代理人 可以幫他打仗戰爭嗎 將軍來看看 現在從基建哥密魯的合作 到這個可能的 我首先講前德港 好 前德港的港口吃水可以到16公尺 這是一個深水港 這個前德港的潛力是什麼 因為它可以發展成一個現代化的港口 尤其中國大陸有很像青島 很多地方叫做無人港 完全由電腦操控 就不像以前港口很多碼頭工人 不是 它可以大批的貨櫃 經過幾個重要的電腦數據來調配 所以它的吞吐量會變很大 變成軍港也有可能 但是前德港帶來的意義是 南美洲就走了一個大的出口 這個南美洲是對美國來講 就好像他小老婆抽人了 他很不爽 對不對 你看他後來的反應就是這個味道 這是我的敬佩 我的後宮啊 你跑來這邊勾勾搭搭的 那美國當然不爽嘛 所以才有後面的連鎖反應嘛 博恩是要幹嘛了 葉倫是深功怨赴的 上次來賣美債也沒賣成了 這個實在沒東西挑的時候 就挑三大電信公司 你們那些電信公司 是不是又變成匪諜了 對不對 所以這些東西就無厘頭的事情 那現在再看另外一個大局 美國為什麼要挑撥中國跟俄國的感覺 因為普丁呢 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 你在烏克蘭挑個旗子跟我消耗 我把金正恩當另外一個旗子 在東北亞挑起一個戰端 你美國還有沒辦法吸這個火或者處理 你又要處理以色列 又要處理俄烏戰爭 東北亞在弄些事情你怎麼辦 那美國就說 那你我要挑起台灣跟中國大陸 我消耗你中國大陸 這是大家互相在玩這個遊戲 玩不玩得成 現在還有待觀察 金正恩會貿然發起對日本 跟韓國的南韓的作戰嗎 也未必 但是俄羅斯的軍演跟中國也加入這個軍演 在東北亞就形成一個很嚴重的威脅 另外菲律賓這個狀況 中國大陸態度這麼堅強 除了055大局052以外 它還有那種小炮艇 帶了一個導彈的 速度很快 它對你菲律賓的這些漁船 這個快艇以快制快 而且它的飛彈對 如果說你美國要舉行 美飛的協同條約的話 這些小艇也是你的致命殺手 因為它帶的是飛彈 你打它不容易目標小 它打你也是個問題 所以這個 現在你可以看到兩個面向 一個軍事作戰 一個軍事作戰 軍事作戰是敘事待發 軍事作戰已經血拼到底了 而且美國現在有點吃憋 因為所有的市場一個一個一個被中國挖走了 中東 沙烏地 南美洲 非洲 中南半島 那最後一個 菲律賓眼看的就要屈服了 你來談那就是有條件 因為你形勢美國援兵到不了 講梁勳話 克爾·堅普不是傻瓜 我跟他對話過三年 他是實在拿不出招來了 你說我這個時候發動美飛的協防條約 我要派軍隊援飛 那你跟中國開仗嗎 不可能 真的 他只能做一個 給非洲一個口頭安慰 你放心 我已經提出嚴正的抗議 這還滿像小學生跟老師告狀說 那個同學打我 然後他就說 有 我已經罵他了 這樣罵他 這個實在是有點丟臉 一個曾經不可一世的美國 今天淪落到這個地步 其實是自己把自己搞成這個樣子 因為明明他可以實施大國合作 然後一起共管這個天下 他明明要唯我獨尊 想把在歐洲把俄國壓下來 亞洲要把中國壓下來 結果搞得自己一無是處 我覺得自己也不趁趁自己的精良 也就是說他已經不再是 蘇聯崩解之後的美國 一超多強的時代 美國一超多強的時代早就結束了 多極化的體系早就出現了 美國一直沒有體認到這一點 所以他才犯了戰略上的嚴重錯誤 我覺得南美洲 各位觀眾朋友你想想 南美洲這麼大的一塊地方 它的特色是什麼 礦產非常豐富 它的牛肉 豬肉這種畜牧業 非常的發達 還有就是它的原木 還有就是它的農產品 大豆 玉米等等 實在是多到不行 可是這些都是大眾物資 都非常的重 體積非常大 所以它需要很深水港的大量運輸 南美洲不是沒有港口 港口很多 可是都是潛水港 過去它跟太平洋的另外一端 就亞太的地區來做貿易的時候 那麼你想想看要跨越整個太平洋 那它要怎麼走 還要換小船 對 它的小船 中船沒辦法用 所以它要往北運 運到墨西哥 然後再換成大船 然後再從大船裡面運到亞洲來 亞洲的產品也是如此 亞洲 例如說台灣 大陸 韓國 日本等都是工業很強大的 那工業很強大 你的這麼龐大的這些機械 這些電子產品 那麼還有甚至你的汽車 這個滾撞輪等等的 你想想看那麼重 吃水那麼重 那你怎麼運到南美洲來 所以沒有深水港不行 那因此有這麼一個深水港 所以華爾街日報才把它說 它是南美洲唯一的 全球商業運轉中心 而它的整個港口的整個營運 靠誰呢 由鍾遠倫 就是中國遠洋船運 他們本身來控股 也就是說由它來經營 所以它從建設 投資到經營到管理 都是由中國來弄 對美國人來講 它當然睡不著覺 美國已經破壞多少年了 用國家安全的理由去造謠重商 甚至壓迫 秘乳 然後已經多次的要逼著秘乳 要毀掉合約 結果秘乳不為手動 現在快完成了 這一代完成 對秘乳來說的話 它會成為一個交通的樞紐中心 這個當然是整個南美洲最大的事情 也就是說以後南美洲的產品 很多的時候 尤其是靠太平洋這一端的產品 不用再運到墨西哥了 這個差別很大的 所以我就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秘乳的總統到中國大陸來訪問 習近平到秘乳去訪問 我覺得真的是水到漆程 扮喜事來著 扮喜事 但是對美國人來講是扮傷事 是 賓哥怎麼看 然後美國的反制各種的做法 還要再加大管制的力道 葉倫說年底 年底 我不知道年底是什麼時候 要對更多的投資加以限制 我發現美國人現在根本是 民進黨上升 就是你自己一直不斷的在打擊對方 一直不斷的在給中國大陸予以制裁 然後說現在指控中國大陸 你沒有像我們習拜會講的一樣 你應該要對我好一點 你怎麼可以去講我的壞話 這不是跟民進黨一模一樣嗎 過去這八年一直指著在野黨 說你們都不願意坐下來 協商都不願意大家朝野和睦相處 那民進黨要的也不多 就是你全部聽我的就好 就是這樣 跟美國要的一模一樣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根本就是邏輯上說不通的事 但是美國可能霸主當習慣 他就覺得這是理所當然 你本來就應該聽我 我覺得你沒有注意到嗎 這幾年美國的所有的官員 講話幾乎都是這樣 就是你聽我美國是理所當然 你就是要讓我美國 你利益就是我美國要先拿 這沒有什麼話好講 美國如果這種霸主心態不改的話 這世界上會越來越多國家 難以跟他相處 因為人家對你所求的並不是這樣 人家並不是喜歡當你小弟 像秘魯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子 美國人自己也很清楚 秘魯為什麼要聽你 你把中南美洲視為你家後院 可是過去這幾十年 你對中南美洲的投資是什麼 你協助人家的什麼東西 你有幫助他們改善基建嗎 或是人家最需要的這些經濟轉型 你有幫忙做到嗎 全部都沒有 你把資源大部分投注在中東跟烏克蘭 這些地方去 你對你自己的後院完全不照顧 那你的後院長滿了雜草 中國大陸現在出錢幫你清除 那你還希望你的後院 還完全是你的地盤嗎 這個東西大家自己去想 這是哪有這種 天底下哪有這種道理 但是這個前開港到目前為止 他當然對美國是一句重擊 可是影響也不至於那麼深遠 最大的原因是 因為他現在要連接 從秘魯這邊直接連接巴西 還是有他的困難 因為中間有個安地斯山脈 你要跨過去還是有一些困難在 那聽說中國大陸 現在已經幫他們在規劃 要穿過安地斯山脈的 這個高速公路跟高鐵 那如果等到那個真的建成的話 那巴西整個就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們跟亞洲之間的聯繫 可以不用再繞大西洋這些東西 就直接從太平洋這一端就過來了 那整個情況就截然不同了 那至於說美國 就是習近平到底有沒有去跟 這個歐盟這邊講說 馮德萊恩講說 至少陸方沒有否認 現在目前 陸方其實你覺得這種東西 否認有意義嗎 因為美國現在就是這樣認為你 那實際上美國到底有沒有 這種想法 其實我認為是有的 他一直期望你中國大陸 最好做出一些大膽冒進的舉動 讓我美國能夠找到一個藉口 讓全世界對你的制裁更厲害 這一詞就是美國的戰略 我想這個不需要習近平講 大家都知道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也沒什麼好承認 也沒什麼好否認 大家其實都在進行洋謀 那既然大家都是名字來 那就開始對著幹就好